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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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台北不像巴里那样 就是看一些很大的 很有名的观光地点 它的美在你在街道上 你一边走路你就会发现 一个很热情 很欢迎一些世界 有很多不同时代的建筑 迪华街或者一些老的日本房子 之后也有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的建筑 有很多不同时代的建筑在一起 我觉得很特色 台湾人或台北尼人 和我像巴里那样 有一定有艺术的爱 艺术的社会 艺术的社会 在台北很活动 这是一个适合创作者居住的城市 它是很多不同类型的人一起生活在城市 我连骑摩托车去还个书 然后就被封入了 你就遇到神教经过 就是一尊神明从你面前活生生的闪亮亮的经过 我觉得那就是创作者很需要的某种 如同天起的那个灵光一闪的瞬间 因为你可以遇到各种角色 然后当你把所有的各种角色混合出来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方法 像《ARIZE》 更多的文化融合都在台北 更多的文化融合都在台北 有汉人 闽南人 客家人 原住民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所延伸出来的很多的融合性 它可能会更激烈一点 在台湾做创作的时候 我就会很自然在把吉隆坡听到的声音 跟在台北听到的声音 融入到创作里头 因为单从华语的一种声音的韵律的节奏 它会产生很不一样的张力 台北很像是一条河 就是有一言语说 你永远没有办法 把一双脚踏进河里两次 我觉得台北会在每个时间里面 不断变形 每个人都在工作 每个人都在看 我能够找到电影 台北最可贵在于它反向而行 一些历史建筑 开始越来越被保留 一些像像弄弄的东西 大家越来越在乎 对我来说在台北是学习怎么生活 甚至应该是要回归到 我们怎么样看待生命这件事情 生命其实很大 它让我更理解到是有关产业这件事情 让我可能看到一个更大的写 能够去看到再看到世界 来台湾住四年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我生活中最好的时代 将来这十年会是台北最好的一年 外国人 もし彼らにアドバイスしたいこと というのがあるとすれば すごくそのまま受け入れてくれる そういう自由度の高い街だ ということを言いたいです 未经许主さ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